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李医生 对于有糖尿病的问题 特别是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情况的朋友 对于甲骨胺这个药物呢,一定不会陌生 那目前呢,甲骨胺已经进入了国家药品集团目录 中标品种呢,是原药 那价格呢,降到了一片一毛钱左右 可以说用药的经济性呢,变得比以前更好了 那么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治疗当中呢 甲骨胺是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药物 但是除了甲骨胺之外呢 还有一些药物是可以用甲骨胺联合应用 用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治疗 那今天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知识 首先第一类药叫伊帕斯塔 它是一种通过选择性抑制全糖还原酶 使红细胞当中伤离唇的蓄积减少 从而提高了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以及自主神经的功能 特别适合口服降血糖药物 或者使用胰岛素治疗 而糖化血红蛋白高的糖油 那第二类药物就叫硫心酸 临床研究证明呢 糖油使用硫心酸 可以使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分布增加30% 从而促进了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和摄取 部分呢,可以逆转胰岛素抵抗 使胰岛素的敏感性指数升高 那么动物食言也表明呢 应用硫心酸可以增加神经营养血管的血流 使糖胶病大量的运动神经以及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加快 可以明显缓解糖油的像麻木 疼痛 烧肘感 这种神经系统的症状 那么一般的用量呢 就是一次0.2克 一天三次 或者是一天一次 一次0.6克 那第三类药就叫前列第2 它前列第2呢 其实是一种天然的前列腺素类物质 具有松弛血管平滑剂 扩张血管的生理作用 能够起到加强病变部位的血管修复 长时间维持药物浓度的特点 那么也是治疗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常见药物 可以与甲骨外联合应用 能够有效提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治疗的一个有效率 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呢 首先还是要从生活调节加强运动 去管理血糖这些方面去做 如果一开始就血糖控制住 血糖达标 那么患上并发症的概率呢 就会大大的降低 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